好 那大家知道其實依晨在圈內應該人員非常的好 然後也有很多姊妹濤 那如果今天有姊妹濤 因為你知道嗎 在講一些Girls Talk的時候 不然可能跟你講說 我有這個妹妹私密機的困擾 不管是在 一定會有的 我知道啦 可能發炎啊 或什麼的 那譬如說 在講到這個的時候 你個人會給他們什麼建議 譬如說吃的啦 用的啦 可不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因為每個人的狀況不一樣 但是同樣的我們會面臨台灣 非常潮濕炎熱的天氣 所以其實不外乎就是 比如說穿黏脂的頂裤啦 然後不要穿台積的褲子啦 那用三脊兒啦 然後什麼樣的天氣季節 就吃什麼樣的 其實不吉品 比如說其實女生如果體質比較噢 虛寒你可能就可以多吃一點龍眼啊 黑糖 然後要筆記下來喔 對對對 對對對 高旗 黃旗 真的喔 還是要筆記 好 來來來 那當然最後一個問題要一起問一下 現在夜洋刀找 夏天要 辛苦了喔 對 大家都很熱 不過沒關係 大家可以看到你 大家也開心了對不對 好 大家開心嗎 大家都很開心對不對 然後那我們最後一個問題 我知道大家也很想要問一辰喔 夏天可以去哪裡可以看到你 你夏天喜歡做什麼樣的必需活動呢 夏天可能看不太到我 因為我都在水裡 我的意思是說就是偶爾會去游泳啊 是 然後潛水又更深了 對 對 夏天很容易就會想清淨水 但是對我來說 清淨水之後的清潔也蠻重要的 因為我們去的地方 大家都想去玩水 所以很多時候那個水池 其實不是太乾淨 沒錯 那游泳池啊 公共的浴場啊 對 或者是潛水等等 其實長時間在那樣子 有很多漂白水或者是海水 這樣子 平常我們接觸的清水不太一樣的水池 其實都會讓它敏感 那這時候就會建議大家 用生與浴等的一罐來清淨水 對